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這個討論進行 我希望拜託台灣人可以支持F4 F4現在給中國的網友抵制 給它攻擊 也不准他們去中國 F4代表新聞局去國外宣揚台灣 觀光代言 說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這樣賭得了 這樣會載到你去看中國的網站 請問F4這些年輕人說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冒著被中國抵制的危險 我不曉得馬英九的勇氣在哪裡 他敢不敢講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比伊能靜穿解放軍打拚最不夠對藝人來說也比較有意義 F4這種態度最不夠有意義 伊能靜穿解放軍雖然是演藝界的事情 不過中國人對這種很討厭 中國人對說有台灣的人會去穿他們的軍裝 打魚當然看法又不一樣 是 再來我們再來看 這個馬英九扮女主 女主賽 我們的國旗不能去看台 他的子弟兵吳玉生雖然後來否認 後來說那不是馬英九的意思 他講錯了 吳玉生在中國電視台是說 他要選的是台灣地區領導人 好 現在我要給大家看 這個是馬先生今天說的 他說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 雖然多數民眾自認是台灣人 但支持獨立者仍屬少數 維持現狀仍是主流民意 好 我要先請教大家 他說自認是台灣人雖然多數 不過馬英九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他講自己是什麼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也是在少數那個部分 這個少數的部分 現在要來想要做總統統治多數 這是什麼邏輯 所以他要騙 所以他要騙 他也是說我也是台灣人 他已經承認 他要選機的時候 他才有台灣人的色彩 但是我想請問 選機後來 如果真的不幸讓他選上了 選上之後的台灣 還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不對 他還沒選上之前 就已經可以模糊掉台灣的主體性 把台灣一個 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就只有一個 但有可能說一台個表的杜利 選情你就覺得這樣 你就已經模糊台灣了 你選後 你如果真的不幸讓他當選 我真的說 到時候的馬英九 就是講這是中國的台灣 好 馬英九已經看到一個現實 請大家注意 他看到說 雖然多數民眾自認是台灣人 他當時怎麼說過這幾個 五百百 五百了 這個是很重大的轉變 雖然多數民眾自認是台灣人 過去他沒有一個台灣的民眾 會自認為是台灣人 同時他也不站在台灣人這一邊 因為台灣人既然是多數 但是他站在中國人 又是台灣人那一邊 這樣的人 自己站在少數那一邊 又如何能夠統治多數呢 我要請教 所以這裡面就很有趣 就是說 馬英九 你雖然講說你認同台灣人 不一定代表你支持台灣獨立 雖然其實這個重疊性很高 七成認為是台灣人 五成以上可能是支持台灣獨立 可是現在馬英九要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少數 其實他的選項是什麼 他可能既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 這個選項有沒有 有 我們在問問題的時候 通常是你是台灣人 中國人 中國人現在是很少 很多人就往這個所謂 既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走 可是這個相較於所謂台灣人 七成台灣人也是比例很少 馬英九 第一個 認同上是少數 第二個 如果你真的是問說 你是統一獨立 如果不要加維持現狀 或現狀這東西 獨立還是比統一多 馬英九要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現狀不能維持 最後只有統一跟獨立的選擇 馬英九你會選哪一個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重要 他的現狀還留... 他聞一下 離世後 明白 細膚 slow 無礙 必 tänker 因為